嗨大家好 我們是Startan Landing Turkish Coffee 土耳其咖啡 我是Steven 今天很榮幸受到VV學長的一個邀請 我們來拍這個硬派90秒 首先呢就是關於土耳其咖啡 是不是煮沸三次很焦苦 很難喝的一種咖啡類型呢 那我們所知道說 傳統上藥 或者應該說這種草本的東西 那個像成龍蒼板草嘛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它早期 一定是在荒山野嶺當中 你可能吃到了 然後漸漸大家久了之後 發現說它有某種功能性這樣子 對 那咖啡也不例外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從知道說 伊索比亞從六世紀開始 就有咖啡這個東西的功能性 那最早期的時候 它一定是藥癮 或者是使用在所謂的這個 醫療巫術上面 對的一個儀式性的一個使用 所以這種時候 咖啡它就是扮演一個提升 跟所謂的這個儀式性的一個功能 對不對 那所以 為什麼它要煮沸三次 因為你煮沸三次的時候 你越煮沸 它就會越飽滿 它就會越焦苦 然後它的咖啡因 或者是其中的一些附帶的功能性 就會越強 包括說 可能是可以讓你的這個 胃酸 可以促進胃酸分泌啊 之類的東西這樣子 所以大家是不是一開始都以為說 咖啡煮沸三次的一個說法 是為了讓它的油脂更加飽滿 更加香醇濃郁呢 但實際上我們也知道 你咖啡的一個油脂 你煮超過90度以上 它是不是就消掉了 更不要說你煮沸三次 那還會有油脂存在嗎 不會嘛對不對 所以咖啡要煮沸三次這個事情呢 它完全可以達到的效果 就是更加的濃郁焦苦 對 這個功能大家有沒有發現 跟我們傳統中藥上面 無管水煮成一杯 有一個義許同工之廟 理解到這裡的話 大家就知道說 咖啡煮沸三次這件事情 實際上它在一個 醫療的一個藥物的一個功能性上面 是更勝於它所謂風味上的一個提升的 那當然古早時期的一個風味上的要求 大多是比較 比較焦苦提神為重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或許所謂的好的風味 跟焦苦濃郁 也有一個直接的正相關 對阿 那今天的一賣90秒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我們今天要給大家秀一下 我們的一個甜點 對 這個就是我們的熟知果人酥 是我們Suternlanding Turtwich Coffee 精心製作 耗費百萬研發的 超級不甜土耳其甜點 有沒有看到 盤子很美 對 然後用化妝式 非常好吃 適合搭咖啡 OK 歡迎大家來玩喔